越南不知名市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越南不知名行员街 这是一个典型的公司房子 同时它也是一个交易市场 也不得不佩服我们华人的先伯们 在越南这片一波他乡 打拼出这么一个唐人街出来 然后唐人街这边有一个小公园 公园里最大的标志就是有一条五爪金龙 这边很多小店都是写着中文 这边很多小店都是写着中文 都是一些中国华人开的 都是一些中国华人开的 这边就是归轮会馆 也是以前中国华人在这边建的会馆 这边是中国华人 华人的羅范 而且中国华人莫书 华人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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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